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馆长聊影,我是张馆长 今天我们继续每句独销第二季第七集的故事 镜头对准一个普通的哥伦比亚家庭 在这个温馨的早上,父亲给女儿系鞋带准备上学 一家人突然听到不远处巨大的爆炸声 旁白的莫菲说,你威胁一个男人的家庭 你就会知道他有什么能耐 Pablo的舅子被洛皮斯组织枪杀 家人和自己也差点丧命 无法直接向卡利集团报复 Pablo把怒火发泄在卡利旗下的连锁药店 洛皮斯的血清手段也无法再让政府忽视 这些疯子们将Pablo的手下打死 并将尸体摆出各种造型 莫非把这个称为哥伦比亚民间艺术 惊险逃脱的塔塔和婆婆互相埋怨 和很多家庭中的儿子一样 被夹在中间的Pablo不想责备母亲 也不愿惹怒妻子 家人是这个毒效心中最柔软的一块 卡斯塔尼奥兄弟的行为艺术 让朱迪蒙卡达非常生气 这间被回收的毒品实验室 原本属于他和死去的丈夫 两兄弟已经不把朱迪放在眼里 收缴的毒品直接运到卡利集团 他们胃口看起来越来越大 Pablo曾经的律师杜凯 在水果摊前差点被人开枪打死 躲过一街的他扔下汽车 眼神呆滞的看着惨死的女摊贩 拿起外套和公文包夺路而逃 潘亚和伯娜的这次见面 是要终止和毒箱们分享情报 洛皮斯的举动越来越疯狂了 之前刺杀杜凯的人正是伯娜的手下 他期望继续得到潘亚的帮助 惊慌的杜凯来到前妻的家中 想要带着他和儿子逃走 不过前妻和杜凯撇清了关系 他索性开走了前妻的轿车 来到学校直接带走了儿子 杜凯想用这种方式保护家人的安全 实际上在美国监听行动下 他是很难销声匿迹的 搜捕队的马尼内斯上校 将儿子小马调离一线 送去刚成立的情报小组 其实是缺乏必要设备的监听部门 他们的任务是利用无线电测向仪 侦查帕布罗的方位 不同人物几个连续的段落 有意强化本集的主题 那就是当家人遭遇威胁 你会怎么做呢 帕布罗决定将家人送出哥伦比亚 并购买了多张不同目的地的机票 虽然帕布罗恶贯满盈 但他的家人有权利离境出国 很多影视剧中的套路和桥段 那就是与妻子和家人深情告别 往往会是他们最后一面 我们的毒枭会是个例外吗 当局确实不能阻止 帕布罗的家人出国 不过麦德林发生的空难 让哥伦比亚国家航空 重点关注他的家人 并且将航班信息交给了警察和美国人 美国大使建议总统加维利亚 通过外交渠道 让帕布罗的家人 无法在目的地海关入境 从而被遣返回哥伦比亚 这样一旦有和帕布罗电话联系 他就将暴露自己的行踪 得到授权的DEA主管梅西娜 安排莫菲搭乘飞机 盯紧帕布罗的家人 警惕了莫菲 没有把这个任务告诉搭档潘亚 在机场这里 莫菲发现 帕布罗家人的目的是法兰克福 而当时 德国的入境政策非常宽松 鉴于这几人没有犯罪记录 德国方面答复美国大使 并没有正当的理由 可以拒绝他们入境 小黑送走了帕布罗一家人 继续督促手下制作炸弹 同时向老大汇报工作 安排完相关事宜 帕布罗想知道德国现在的时间 接着就眼前一黑 晕倒在地了 美国方运的监听专员 发现律师杜凯的信用卡消费记录 因此判断出可能的藏身地点 杜凯因为被前妻控告 偷窃汽车和绑架14岁的儿子 正在被警方通缉 潘亚害怕波及孩子 不想把情报告诉伯纳 而是向上司梅西娜申请授权 找到杜凯 此刻正在逃命的父子俩 正躲在一间汽车旅馆 担心洛皮斯组织的追杀 儿子抱怨父亲 给毒枭当律师 就像Laputa的贼 杜凯的情绪有些失控 小头目间医生的李卡多 给帕布罗检查身体 晕倒是因为服用过多止痛药的关系 并表达了自己对于帕布罗的忠诚 妻子塔塔带着婆婆和儿子 乘坐汗沙航空的飞机 抵达法兰克福机场 降落前 塔塔拿起包包 神色紧张地走进卫生间 引起了探员莫菲的注意 在德国海关的入境处 莫菲表明自己 DEA探员的身份 希望工作人员拒绝 帕布罗家人入境 对方却表示 没有正当理由 不可以这么做 莫菲猜测塔塔的包里 藏有大量美金 超出了携带外币入境的限额 这才使得工作人员 把一家人 请到海关的办公室 询问处理 被海关扣留的塔塔打给丈夫 这时的帕布罗 慌了手脚 躲藏在旅馆的律师杜凯 听到楼下 这辆前妻的沃尔沃 不停发出警报声 此刻他就像一只惊弓之鸟 经不起半点的波澜 他走进车里 关掉汽车警报 潘亚悄悄坐上副驾驶 告诉杜凯自己的身份 可以给他们父子提供安全的保护 但是需要杜凯 配合DA的调查 帕布罗曾经在哥伦比亚 手眼通天 可是他毕竟只是一个毒枭 家人在德国遭遇麻烦 他没有能力 让德国人按照他的意愿行事 于是他打电话 给哥伦比亚驻德国大使 以及德国的汉沙航空 威胁谋杀在哥伦比亚的德国人 以及炸掉汉沙的客机 他甚至报警 找到总检察长德格雷夫 愤怒地控诉他和总统加维利亚 无视帕布罗家人的权利 并且纵容洛皮斯的恐怖主义行动 马丁内斯上校的儿子小马 和上司莫拉莱斯 开始监听麦德林的无线电信号 虽然之前没有收到任何一个有用的讯息 但是事实证明 最后就是这个 看似设备简陋和缺乏人手的小组 最终依照信号确定了帕布罗的位置 卡斯塔尼奥兄弟通过警方的内线 得知是潘亚偷偷把杜凯藏了起来 对潘亚失去信任 并且准备趁他和伯纳再次见面时 动手干掉这位DEA联邦探员 潘亚如约而至来到酒吧 令人意外的是 见到了中情局的斯泰克 原来这一切都在CIA的掌控中 他们不希望潘亚自找麻烦 也不想看到DAA探员被害 CIA纵容和指挥洛皮斯 有计划的开展恐怖行动 警方的特鲁西略正是洛皮斯的内线 这些警察长期战斗在一线 目睹了无数普通人和战友 惨死在帕布罗手下 却碍于身份和法律 他们不能直接介入 他们内心赞成洛皮斯以暴制暴的行动 当潘亚回到汽车旅馆已经不见了杜凯父子的踪迹 直到发现杜凯前妻的沃尔沃父子两人的尸体就在后备箱里 总检察长出于避免帕布罗报复社会的目的 希望加维利亚说服德国 允许帕布罗的家人入境 不过加维利亚还是顶住了压力 海关人员将他们送上返回哥伦比亚的飞机 帕布罗颓然的捡起小女儿遗落的鞋子 就像一个无助的男孩 下了飞机 莫非保护着一家人 直到哥伦比亚国家警察将他们带走 得知家人被警方软禁 愤怒的帕布罗命令手下小黑 在波哥大的总统府附近 制造一起威力巨大的汽车爆炸案 还记得本集开头那一家其乐融融的普通人吗 父亲带着妻女来到商店 给准备开学的女儿购置文具 然后一声俱响 100公斤C4炸药被引爆 包括小女孩在内 数十名群众被炸死 总统府中的加维利亚 清楚地听到巨大的爆炸声 无助的父亲捡起被烤焦的鞋子 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中 这一集的名字是德国九三 完整讲述了帕布罗家人 试图逃出国外 却又被遣返回国的故事 面对家人的生命威胁 你会怎么做呢 拷问的不仅是我们的主人公 还有律师杜凯 马丁内斯上校 以及普通的哥伦比亚人 十年前我一直不理解 诺兰导演的黑暗骑士 蝙蝠侠一直强调自己是Dark Knight 歌坛更需要的是检察官 哈维丹特这样的光明骑士 所有的罪犯都需要由司法进行审判 本集中的洛皮斯是个很好的例子 不受约束的暴力和私刑 让洛皮斯组织成为了对抗毒枭最有力的武器 但这加剧了各方的矛盾 并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洛皮斯的领导者 卡斯塔尼奥兄弟 他们一贯就是使用暴力和屠杀 报复红色优积队 当年绑架杀害他们的父亲 在使用洛皮斯这个名称之前 卡斯塔尼奥兄弟领导的 极右翼准军事组织 自卫军杀害了数千名农民 印第安人 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 洛皮斯要首任帕布罗 事后证明卡斯塔尼奥兄弟 也大量参与贩毒活动 他们的恐怖行动毫不逊色 事后被美国和欧盟 公开认定为恐怖组织 电视剧中也描述了中情局 在某种程度上 支持和纵容洛皮斯的行动 在帕布罗死后的几年中 卡斯塔尼奥兄弟就此销声匿计 直到两千年 他们开始谋求向政府投降 据说卡罗斯卡斯塔尼奥 投降的原因很魔幻 和本集中的帕布罗一样 出于担心亲女的安全 但他被自卫军的强硬派 也就是他的另一个弟弟 文森特 于2004年杀害 好了 以上就是独销第二季 第七集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 分享和评论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